哈哈哈哈 哈嘍歡迎回來土耀廚房 相信每個愛做菜的各位 我最討厭的一定就是洗碗吧 拍攝煮飯就已經夠累了 我還要洗碗 真的是想到就要崩潰 而我這次使用的是 伊萊克斯的800系列 全坎入式洗碗機 但說到這裡 你一定跟以前的我一樣 你一定會想說 洗碗機真的洗得乾淨嗎? 直到第一次使用完之後 他才真正打破我這個刻板印象 不僅洗得乾淨之外 還超乎我的預期 尤其是像透明的碗 杯子 小碟子這些 最讓我驚豔的 不僅洗得超乾淨 沒有水質之外呢 看起來就跟新買的一樣 超透亮 從此就不用在那邊 插玻璃一杯插得半死 這次使用全坎入式洗碗機 可以非常完美的 隱藏在你的櫥櫃中 可以搭配你的門板去做配合 這樣廚房的一致性 會大大的提升 打開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裡面有三層抽屜 頂層可以看到 他們獨家設計的餐具抽屜 可以依照你不同的需求 去做一些調整或是擺放 不論你是要放餐具 還是料理用具都沒有問題 再來第二層的部分 我們可以放一些碗盤 或者是高腳杯 他們有特別為高腳杯設計的保護支架 可以大大降低玻璃破損碎裂的機率 另外這層還能夠上下調整 最下層就可以放一些更大型的鍋具 不管是大湯鍋、大烤盤、攪拌盆 呃貓咪這個不行 像是那些特別難洗 這樣燉煮過的鍋子啊那些 就放這邊就對了 底部搭配他們的衛星環狀噴水壁 可以360度零死角的沖洗 最下面還可以看到一個收集菜渣的盒子 這個部分只要定期做清洗 軟化鹽可以預防水垢、水質、水痕的產生 清潔效果也會更好 同時也可以防止水管的管線蓋化 所有髒管盤都放進去之後呢 我們需要加兩樣東西 第一個是量結劑 第二個是洗碗粉 量結劑的部分我們加一次之後呢 指示燈會顯示是否需要補充軟化鹽或光結劑 洗碗粉的部分就是每次洗碗都要添加 軟化鹽極光結劑不需要每次洗碗時都添加 只要指示燈有亮起時再補充就可以了 操作介面也是非常的直覺跟簡單 可以從時間長短去做分別 也能客製化專屬洗塵 像是專區清洗、加強清洗、精緻洗塵 可以依照你不同的需求去做客製化調整 關上門之後它就會自動開啟清洗 底部也可以看到一個投影儀 會有一個紅紅點出現就表示它正在清洗中 再來的時間就是輕輕鬆鬆等它清洗完就可以了 清洗完之後我覺得最酷的就是它的門會自動開啟10公分 讓洗碗機內進行氣體循環 自動風乾 這樣的效果不僅優於封閉式的3倍之外呢 它也可以減少對櫥櫃的傷害 再來我們就可以看到每個碗都洗得乾乾淨淨的 尤其是玻璃碗每個都Burr亮啊 用了幾個月下來真的是覺得超方便 對於一個要經常煮飯的人來說 真的是沒有洗碗機不行啊 雖然講得這麼厲害 但它也不是無所不能 還是有幾個事情需要注意 第一個是像是木頭製品 像木湯匙、木塊、砧板 木頭砧板就不建議放進去清洗 因為容易吸水的關係 所以木頭容易壞掉 第二個是銅製品 它也不建議放進去 因為太容易生鏽氧化 或者是有一些精緻的碗盤 它也會跟你說不建議放進洗碗機做清洗 另外就是擺放方式的部分 會建議碗的開口面朝下 另外你的碗底如果是有一個盾 有一個凹槽的話 記得要擺斜斜的 不然最後水都會激在那裡 那另外他們清洗水珠 大部分都是從下方去做清洗 所以碗盤的部分也不要重疊太多 需要留一點空隙 他們才可以清洗得更徹底乾淨 洗碗機真的是非常適合像我這種不喜歡洗碗的人 它也打破了我對洗碗機的刻板印象 可能會洗不乾淨之類的 嗨我現在沒有洗碗機真的是不行啊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記得參考底下 資訊欄連結可以了解更多產品資訊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分享訂閱 感謝你收看毒藥廚房 我們下次見 掰掰